在华为月亮门仪式发生二个月后 此事又出现了新的进展 而提起这个话题的 正是此前开除了质疑华为P月亮的员工王月昆的爱否创始人 彭琳FIAW 6月16日 彭琳在微博宣布 他辞去了自己在北京爱否科技有限公司的职位 要以个人身份起诉华为 要求华为在涉及到月亮模式宣传的地方 都要著名用算法添加细节 且在手机内为用户增加提示 消息一出 舆论哗然 毕竟 二个月前 彭琳曾公开表示 华为的P月亮模式并没有到王月昆所言体图的程度 随后他还开除了王月昆 自罚一个月工资 并将爱否科技视频内容停更了一个月 怎么短短的二个月过去 他又要起诉了 6月16日上午8时42分 北京爱否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彭琳FDAEW 在微博发布了一段长达25分钟的自述视频 他在视频中表示 反映产品真实 打击虚假宣传 是我们创业的初心 可是努力到现在 还是挺挫败的 P30 Broco算法增添了一些能力拍不出的细节 官方宣传却将成绩归在50倍变焦之下 彭琳FDAEW称 自己真正的诉求和目的是要求华为在所有设计到月亮模式宣传的地方 都要注明用算法添加了细节的事实 并且在用户打开这个功能的时候 也要在系统里做出相应明确提示 彭琳还提到 为了保险起见 他决定把这次起诉与公司以及家人剥离开 将其可能造成的影响 仅仅控制在他个人的范围之内 他要以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去做 在自述视频的最后 彭琳表示 华为是他非常尊敬的科技大厂 他的起诉是希望厂商能在广告上更加严谨 对于这次的起诉 彭琳表示很有信心 甚至觉得成功率应该有7-80%左右 但实际上 目前他还没有找到任何一家可以出具华为手机拍照测试结果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在视频发出后 彭琳的这番言论立刻引起了网友热议 人们想起 二个月前 他还是那个开除了王岳坤的人 据观察者网此前报道 作为华为2019上半年的最新立作 P30 Pro已经推出 就凭借独具造诣的相机功能 以及其足以改写影像规则的惊人效果吸引了消费者的目光 随后华为官方发布组图 表示用户可以通过P30 Pro清晰地拍出佼佼一轮月 其消费者业务CEO于承东也在微博贴出自己用该款手机拍摄的月亮照片 但另一头 这组照片却引起了国内评测机构爱否科技员工 王岳坤的质疑 他在4月13日晚晒了两张对比图 称是自己分别用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拍的 照片中可以看到 自动模式下的月亮比手动多了好多东西 于是他认为月亮好像真的是P上去的 并推测手机会通过AI计算 自动处理照片细节 随后这番言论引发轩然大波 不少网友都觉得P的这个说法太过分 王岳坤的说辞也遭到了大批科技博主打脸 知名AI专家 风云学社陈晶也对此事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 华为不是拿网上的图片去填 只是通过神经网络进行智能增强 本质上跟自拍滤镜是一样的 而且 华为也标明了自动模式 在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 王岳坤有关质疑的所有微博已经被删除 4月16日晚间 爱否科技创始人彭林表示 拍月亮模式确实在算法上对原图有所优化处理 但并没有到王岳坤所言T图的程度 后者在拍摄验证过程中有选择性地发布素材 则属于黑厂商的不专业行为 于是 彭林直接宣布将王岳坤开除 并罚媒自己一个月工资 将爱否科技视频内容停更一个月 爱否科技还在官方公告中提到 手机拍照在AI算法上有长足的进步 在很多场景下弥补了纯光学拍摄的不足 事实上 现在手机拍出的照片几乎没有没通过算法调整过的 至于拍月亮问题 爱否方面对此表示 华为P30 Pro先是通过50倍变焦解决了拍到的问题 然后又通过优秀算法完善出了更多的细节 在并未脱离真实的前提下 得到了比友商更好的拍摄效果 没想到事情过去之后 6月16日 彭林又在微博宣布了自己辞职起诉华为的消息 而当天曾被彭林开除的 王岳坤还转发了彭林的这条微博 并写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引发网友热议 其实对于P30的拍照问题 业界普遍认为不能说是P图造假 只能说是智能优化 此前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也曾提到 P30手机的照相就是数学 现在的图像不是照出来的 是数学算出来的 因为人的眼睛相当于有一个镜头 相机就一个镜头 我们手机通过一个镜头进来的感光点 用数学的方式分解成几千万个视觉镜头 再重新还原出来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